家人便抓來了一隻鴨子 舔他的小雞雞 但是家裡的照模模沒抓緊鴨脖子 一口咬住了省父的童子雞 哈囉大家好我是打到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最近我無聊又跑回去翻閱了國中的國文課本 然而突然發現一篇讓大家最刻骨銘心的 夢幻系課文《兒時記趣》 當中記載了 忽有龐然大物伐山倒樹而來 蓋依賴蛤蟆也 捉蛤蟆 鞭樹時 屈之別怨 然這只是節錄而已 本課主要教導大家學習作者 透過豐富的想像力來縮小自己 描模仿佛置身於寵寵危機中 胸情猛獸吐鬥的形象 但其實全書最精彩的地方在於被刪掉的這一段 作者長大後 回憶當年 雞雞被吞掉的童年陰影 此書作者審負 字三白 清朝乾隆中晚期的蘇州商人 本文出自於他的回憶錄 《浮生六記》 而本課呢 兒時寄去的 原文我就不多提了 基本上就是作者小時候全神貫注 將蟲以擬獸化 花草土粒巨大化 最後兩蟲香豆被蛤蟆吃掉 作者受驚嚇 殘忍鞭打癩蛤蟆的故事 被刪檢的後文記載 年長滋之二蟲之豆 蓋圖間不從也 古語云間盡殺 蟲亦然也 翻譯成白話就是 早大後想起這些蟲蟲互鬥 原來是昆蟲暴力性交的妥協過程 而古人所說的 性侵如殺人 在昆蟲世界也是如此嗎 沒錯很多昆蟲都有此息性 交配的前中後常有暴力發生 最常所見的就是黑寡婦 她在交配之後會將公蜘蛛給吃了 後文又載 貪此生涯 卵為蟲蟻所哈 白話文就是 老子童年生涯不過是貪看昆蟲 神游屋外竟然就這麼衰小 給蟲蟻咬了雞雞 卵在她的家鄉蘇州 普遍稱為男子的陰莖 然而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好好的有褲子不穿 要裸著屁股趴在庭院觀看昆蟲呢 那是因為民國以前本來就不存在內褲 無論男女未求方便都穿著開當褲 也就是從陰部到肛門開動的褲子 除非作戰、騎馬、勞動、輕衣或是天冷這些情況 才有可能穿到合當褲 東亞服飾普遍衣擺長 脫褲子尿尿拉屎非常麻煩 而且很容易會弄髒 尤其是小時候 尤其是孩子小時候 還沒有辦法完全控制便利的時候 在家通常都是穿二當或是開當褲 而作者童年又長時間趴在庭院 鳥鳥放在地上難怪會被咬 後面又寫得更精彩 腫不能變抓鴨開口哈枝 避雨偶釋手 鴨顛其頸做吞噬狀 金兒大哭傳為魚餅 此間又實嫌情也 白話文就是 被咬之後小雞雞腫脹 尿尿困難 家人便抓來了一隻鴨子 舔他的小雞雞 因為古時認為鴨口水能夠解毒 但是家裡的這羊某某沒抓緊鴨脖子 這隻鴨一看到雞雞 就立馬發狂掙脫 一口咬住了省部的童子雞 嚇得他呼天場地後被傳為笑柄 現在想起自己的童年都覺得非常逼雞 好 以上就是兒時寄去被刪減的精彩片段 其實我覺得開當褲是非常衛生且前衛的發明 雖然中國古時對便利的清潔已經非常乾淨 但中控的設計可以減少殘垢與衣物的接觸 並且避免貼身衣物與污垢接觸到生殖器官 孩子也可以到快學會自理大小便 雖然經濟有可能附露在高危險的環境 並且造成童年揮之不去的陰影 但是根據我姊姊男朋友的現身說法 他小時候是沒有屁股養或起紅疹等情況的 雖然回到台灣後依然沒有穿內褲 常造成跑步上學 雞雞外露等情況 但實際上還是非常的健康 雖然是個隙子較上學的 雖然是黑夜露等晰兵雜 喊漢屎 雖然暫入